历代至上第九章 全体以色列人都照着家谱登记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犹大人因为悖逆 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些最先回来 住在自己的地业 自己的城中的 由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 合作奠义的 在耶路撒冷居住的 有犹大之派 辩雅敏之派 以法连之派和马拿西之派的人 犹大的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 有乌泰 乌泰是雅米乎的儿子 雅米乎是暗利的儿子 暗利是巴尼的儿子 士罗的子孙中 有长子雅帅雅和他的重子 谢拉的子孙中 有耶乌利和他们的亲族 共六百九十人 辩雅敏的子孙中 有哈希努的曾孙 和达威亚的子孙 米书兰的儿子 萨鲁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 伊比尼亚 米基利的孙子 乌西的儿子 以拉 以及伊比尼亚的曾孙 刘尔的孙子 士法提雅的儿子 米书兰 还有他们的重亲族 按着他们的家谱登记 共有九百五十六人 以上这些人 都是他们各家族的首领 祭司中 有耶大雅 耶和雅利 雅金 还有管理神的殿的 希勒家的儿子 雅萨利亚 希勒家是米书兰的儿子 米书兰是萨都的儿子 萨都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雅西图的儿子 又有马基亚的曾孙 巴斯护尔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 雅大雅 以及雅蒂叶的儿子 马赛 雅蒂叶是雅西西拉的儿子 雅西西拉是米书兰的儿子 米书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 米什利密是阴脉的儿子 以及他们的重亲族 他们家族的首领 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人 都是有才干 很会做神殿里工作的人 立位之派米拉约的子孙中 有哈沙比亚的曾孙 亚历干的孙子 哈树的儿子士玛雅 又有巴巴甲 黑勒斯 加拉和雅萨的曾孙 希基利的孙子 米家的儿子马探雅 又有耶杜顿的曾孙 加拉的孙子 士玛雅的儿子俄巴里 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 亚萨的儿子比利加 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落 守门的有沙龙 雅谷 达门 雅西曼 和他们的重亲族 沙龙是他们的首领 直到现在 他们仍是看守东面的王门 他们曾经做过立位营的守门人 可拉的曾孙 以比亚萨的孙子 可利的儿子沙龙 以及他的重亲族可拉人 担任事务的工作 看守会幕的门 他们的祖先 曾经管理耶和华的营幕 看守营门 从前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尼哈 曾经做过他们的领袖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米斯利米亚的儿子 萨加利亚 是看守会幕大门的 这些被选看守店门的人 共有212人 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 按着家谱登记 他们是大卫和撒姆尔先见 指派承担这职任的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按着班次 看守耶和华的店门 就是会幕的门 在东西南北 都有看守的人 他们的亲族 就是住在他们村庄里的 每七天就要来和他们换班 四个店门的守卫长 都是立位人 受托看守神的店的房间和库房 他们在神的店的四周住宿 因为他们承担看守的责任 并且每天早晨 要负责开门 立位人中 有管理器皿的使用的 他们按着树木拿出去 也要按着树木拿进来 他们当中 又有人受托管理器具 和管理圣所的一切器具 以及细面 酒 油 乳香香料 祭司的子孙中 有人用香料配制成香膏 立位人马他提亚 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 他的职责是管理在肩盘烤饼的事 他们的亲族歌侠的子孙中 有管理陈舍饼的 每安息日要预备摆设 这些是歌唱的人 是立位各家族的首领 住在店院的房间里 不做别的事 日夜只顾自己的事工 以上这些人 都是立位各家族的首领 按他们的家谱 都是首领 这些人都住在耶路撒冷 住在鸡变的 有鸡变的父亲耶利 他的妻子名叫马加 他的长子是亚伯顿 其余的是苏尔 基氏 巴利 尼尔 拿达 基多 亚西约 萨加利亚 米基罗 米基罗生士米安 他们也和他们的亲族 一同住在耶路撒冷 和他们的亲族为灵 尼尔生基氏 基氏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丹 麦基书亚 雅比拿达和伊施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皮顿 米勒 塔利亚和亚哈斯 亚哈斯生亚拉 亚拉生亚拉灭 亚斯马威和新利 新利生摩萨 摩萨生比尼亚 比尼亚的儿子是利法亚 利法亚的儿子是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根 波基路 以石马利 士亚利亚 俄巴迪亚 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